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然有很多疾病西医还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 即使身为医生 很多人对自己的疾病也是束手无策 有的原本不信中医的人 会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不得以尝试中医治疗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从而转变了对中医的偏见 这里分享一段武汉金水潭医院张定宇院长的视频 我对中医是抱有成见的意味的 但是呢 我现在是一个中医的鼓吹者和宣传者 大家都知道我有那个病 完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以前拒绝中医的治疗 拒绝中医的治疗手段 包括推拿按摩 我们接受 但是我们在湖北省中医院的 的针推科的几位专家的指引下 我接受了将近40多天的中医推拿质量 我现在走路比我以前要平稳很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的肌肉肥大了 以前的我的腿筋 19年3月份我的腿筋 比现在的腿筋还小 那就证明那个推拿是绝对是有效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中医要能够更多的宣传 让那些现代医学的医生和同事们 特别是像我那样拒绝中医的人 对中医不信任的自己切身的去尝试一下 中医药在21世纪的今天 不但在中国与西医并存 甚至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和推崇 是因为它有无数的临床验证 中医治疗是几千年中医人智慧的积累总结 目前我们之所以还不能对部分中医药的作用机制 加以全面科学解释 是因为现代科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还很有限 近些年网络是大家可以方便的上网学习了解各种中医治疗 但是如果应用不当 不但不会治好自己的病 反而会使症状加重 或者出现新的症状 那今天呢 我就解合自己多年临床实践 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医治疗的常用方法 之前我曾经介绍过 中医病因里包括 妻情和饮食不解 劳逸损伤 所以在这里呢 首先再次提醒大家 情绪调节 健康饮食 规律取居和适当劳逸 对健康以及疾病康复的重要性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里不再展开重复 针灸和中药是最广泛应用的中医治疗方法 他们对很多气血失调和循环不畅而导致的神经 内分泌 免疫 呼吸 消化 循环 泌尿等系统以及痛症 妇科和皮肤科的很多疾病治疗都有比吸药更好的效果 相对而言 很多疾病 特别是痛症 针灸治疗见效快 而有些疾病 包括新冠病毒等细菌病毒感染 及功能失调引起的很多症状 中药效果非常好 对很多疑难杂症 真经中药解合治疗见效快效果好 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医和西医治疗的最大不同是 西医的很多西药治疗是替代性的 即是用药物取代失常的人体自我调节功能 而中医治疗则是用针灸或中药改善恢复失常的人体自我调节功能 很多情况下 因为患者长期依赖西药 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逐渐上失 这就是为什么中药对高血压和糖尿病初期的患者通常治疗效果好 而对于已经服用西药多年的患者中药治疗效果就不明显 在美国因为大部分州只有针灸执照 没有中医或中药执照 所以针灸的应用最广泛 针灸治疗主要是通过疏通经络气血而实现的 从现代医学讲 主要是通过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和循环系统而实现的 针灸对身体的异常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既安全副作用也小 非常偶尔的情况下 患者会有孕针现象 即感觉头晕虚弱 面色苍白或冒冷汗 孕针通常发生在身体极度虚弱或低血糖患者 或者是第一次针灸过度紧张 坐着针灸的时候 这时让患者喝一杯红糖水 并躺下休息一会儿症状就会消失 很多人怕痛不敢针灸 其实与西医的注射剂比较 针灸几乎没有明显疼痛 针灸赤入时的感觉因穴位而定 也与针的出息和针灸的深度及手法有关 有的穴位 例如后背上的绝大部分穴位 针灸时几乎没有感觉 或只有蚊子钉一下的感觉 个别穴位 如竹三里 在针灸时可能会有酸麻胀的感觉 少数穴位 针灸时会有放射或过电的感觉 如中极内观和环跳等 在针灸三阴焦和太息到一定深度时 个别患者会有电流通到脚底的感觉 这些感觉通常只是在进针或粘转行针时才会有 进针结束后感觉机会消失 有的患者皮肤很敏感 针刺穴位的局部会变红 其实 经络就是根据患者的反馈逐渐总结出来的 针刺时偶尔可能会有两种不正常的疼痛 一是当针还没进入皮肤 针间意外滑入含毛孔时会有明显疼痛 二是当针进入皮下吃到血管时 如果进针后仍感觉疼痛 通常是第二种情况 患者应该及时告知针灸师 这种情况下拔出针后 针刺穴位可能会有点滴出血或局部移轻 患者不要惊讶 因为无法看到皮下血管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所有的诊所 过几天穴清就会消退 针刺时的感觉程度 除了与血位的准确性相关外 也与针灸针的粗细和长短有关 在美国有的针灸师因为担心患者针灸时疼痛 会用短耳细的针 这样的治疗虽然患者不会感觉疼痛 但治疗效果相对差一些 需要的治疗次数会增加 中药在中国是中医治疗最普遍常用的方法 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与医生的辩证失质和服方配物 药材的质量加工和抛制 以及服用剂量和周期长短有关 如果患者擅置减少服用次数或剂量 都会影响治疗效果 如果擅置增大剂量或服用次数 则有可能出现安全问题 少数患者因为体质特殊 在服用当归等中药时 会有不适或上火 有的患者因为服药期间出现疼痛或腹泻便秘等情况 本能力会想到是服用中药的结果 所以患者在治疗期间有任何不适时 应该及时与医生沟通 有的中药有多个治疗功能 服药时因为体质可能会出现腹泻胃痛等症状 但很多时候这些症状的出现可能与中药根本无关 通常有经验的中医师会在给药时 告诉患者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 有的患者第一次来我这里 会因为吃过针灸没用 或者吃过中药无效而拒绝针灸或中药治疗的建议 还有患者来诊所之前打电话询问 针灸或中药治疗需要几个疗程 其实针灸中药治疗需要的时间 因病症和个体而已 无法一概而论 很多症状一次或几次针灸就可以解决 并不需要一个疗程 患者之所以这样问 是因为有的针灸师无论什么病 都要患者针灸一个疗程10次或12次 患者不知道因为知识背景和经验不同 不同中医师选取的血尾或开的中药处方可能完全不同 针刺的血尾深度和方向及手法 中药的配偶和剂量对疗效都有影响 同一个病人 一个医生可能治疗一两次就见效 另一个则可能一两个疗程也无效 所以如果治疗一段时间无效时 应该换个医生试试 除了针灸和中药治疗 拔罐和艾灸也是中医的常用治疗方法 现在很多患者会在家里自我治疗 拔罐是利用负压使其细着与皮肤 造成瘀血现象的一种治疗方法 拔罐有传统的火罐和安全方便的真空罐 近些年因为名将Michael Phillips喜欢拔罐 这个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欢迎 研究显示 拔罐可使局部的血液循环中 氧集营养物质供应增多 降低静脉血尿素蛋、尿酸及肝 提高红细胞免疫功能 从而达到促进新陈代谢治疗疾病的作用 拔罐疗法可以外治皮肤、内治脏腹 达到行器足瘀、去血排毒、通臂止痛、清热消肿 特别是对痛症 它可以通过放松局部肌肉 改善血液循环而使疼痛减轻 定期在后背的督脉和两侧的膀胱筋拔罐 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养生方法 拔罐使不要时间太长 有人错误地认为拔出水泡是把湿气拔出来了 这样效果好 其实不然 拔出水泡很容易使局部感染 个别皮肤敏感 容易出水泡的人尤其要小心 艾灸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或艾柱产生的艾热 刺激人体血尾和特定部位 通过激发精气的活动 来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 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艾灸的商业化使市场出现了很多方便应用的艾灸产品 但也同时出现了滥用的情况 艾灸适合于阳虚和气虚的人 主要表现如手脚冰冷 怕冷 腰酸 胸闷气短 容易疲劳等 但不适合于身体有热或殷虚仰扛者 例如有便秘 尿黄 舌胎厚腻偏黄 或鲜红无胎 下午或夜里感觉身体发热 面有戳疮及高血压等患者 我曾经有一个40多岁的女患者来我这里治疗痛症 因为看到她满脸戳疮 我对她进行详细问诊 得知她在某店进行包括艾灸的套餐方法做了一年的卵巢保养 她的舌像身红无胎 我建议她立即停止艾灸 她听了我的建议 过了几个月 戳疮就完全消失了 推拿按摩属于物理治疗 可以松弛僵硬的肌肉 疏通经络 好的推拿按摩师不仅可以治疗痛症 对很多系统性疑难闸症病变 例如前面提到的张院长的见动症 因为工作繁忙 我们的健康讲座暂时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可以上网搜索柳江华博士的博客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也可以上YouTube或腾讯视频 搜索柳博士的健康讲堂 观看讲过的视频 那点击YouTube视频 右下方的Subscribe 还可以订阅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